主席 主席 我們請國使館 林館長 林館長請 林館長沉住氣 好不好沉住氣 館長 剛剛羅委員 質詢的時候你火氣很大 我有時候會生氣 我總是覺得理直氣壯的時候受委屈就會生氣 你是因為理直氣壯 是不是 所以 因為已經反正你也做了懲處 你懲處了兩個人 懲處了誰 懲處的基本上是提供這個 名單然後沒有注意到行政的 目的的這個 修轉處的處長 這個名單弄成這樣很不應該 他是誰 他叫做無俗諷 修轉處處長 修轉處處長 調離主管職 對回到修轉職 算不算重城 這個基本上我在做個 很嚴重嘛 做這個城主的時候考量 就說他很善於修轉 我們就回到修轉 所以做這個名單出來 確實不當應該負責 對不對 已經有人負了行政責任 對不對 那你不需要負政治責任的原因 在哪裡 我沒有 我就是要跟社會不斷的溝通 然後把這個事情導到正面的方向 所以如果你也事前 也知道名單 你要不要懲處 我不事前不知道 所以你事前不知道 對 那剛剛已經 你再說一次 你事前 你事前知不知道名單 不知道 事前不知道名單 對 事前確實不知道名單 對 你學歷史 因為那個 你學歷史嘛 對不對 對 也做歷史對不對 對 歷史的基礎是什麼 史料 史料的重點在哪裡 史料要真實 要真實嘛 真實是歷史的基礎嘛 對 不真實的人 不足以成為史學者 對不對 對 所以不能說謊 對 史學家絕對不能說謊 是 說謊的話是愧對史學家這個角色 沒錯 那更不能當國史館館長 對不對 這個要再另外考量 另外考量 哦 你看大家都笑了 表示你這個答案 大家覺得好笑 對 因為就像我這位 你要不要改改 如果說謊 不足以成為史學家 那更不能當國史館的館長 你認為對不對 這個我們要 因為有些 我們在政治上 有所謂的美麗的謊言 所以有一點 你需要美麗的謊言 所以 你需要 我們要各方面 各方面考量 你剛剛講的那些事情裡面 哪一部分是美麗的謊言 我現在還沒有 你都沒有嗎 對 如果有呢 呃 那這算不算美麗的謊言 這一個還不算 這就不算嗎 對 這是真的說謊嗎 沒有 我事先不知道啊 沒有 所以嘛 如果你事先知道 可是你一直到現在都還說不知道 對 那它就不算美麗的謊言 對 那算真實的謊言嘛 對不對 呃 呃 那個 呃 可以可以可以 因為我事先真的不知道 對對對 所以可以算真實的謊言 那史學家說了真實的謊言 還能不能當國史館的館長 呃 那這個要看國史館館長還為社會做了哪些事 比如說這個社會 所以喔 你迴避問題 你不敢負責啦 呃 為什麼你知道嗎 為什麼你不敢負責 在這裡沒有拿出guts 大家都在笑 嗯 笑說你明明已經愧對史學家角色了 一個做不好史學家的人 還想當國史館的館長 是 所以大家都在笑 不是他們笑不是這個意思 你還說是 那是館委員的詮釋 對不起喔館長你真的說謊 公文在我手中 呃是 幾月幾號簽的公文 10月1號 對不起9月30號 10月1號 99年9月30號滿紅可 這個公文在我手中 那這個就是 這個公文 這個公文上面一句話 喔一句話 是 民國百人網站 該網站架構功能 及預定輸入的 100位民國史上重要人物名單 均以獲均長何可 那這個 均以獲均長何可 那個是 這個名單呢 名單 名單附在公文的後面 嗯 成為附件也附在公文的後面 是是 這個名單 在公文裡面 明明白白寫說 這個名單已經 金軍長何可 對 然後這個公文是要請示你 嗯 那麼每一個項目當中 嗯 我們要列為前三名的名單 是什麼 嗯 這個公文要問你 嗯 那麼這個公文上面呢 政治類毛澤東就列在前三名 跟蔣中正和孫中山並列 所以這個公文送到你的手中的時候 你在九十九年九月三十號的時候 你給他簽可出去 是是 這證明了兩件事 是 證明了一百個人的名單 在這個公文簽之前已經經過你何可 所以你不但知道 而且還是你核定的 這是第一件事 這個公文還說了第二件事 這個名單當中 各類的前三名 是經過你公文核定的 是你決定的 而裡面 毛澤東放在政治類的前三名 是你林滿宏核定的 你說了一個嚴重的大謊啊 沒有 難怪你不敢 沒有 難怪你不敢為這件事情說謊 沒有 沒有 這個我今天的陳述一直說 這個事情在我們十月十日開館之前 非常的管務 非常繁忙 天天那個公文 這個公文你敢否認嗎 公文我知道 但是那個整個 所以這個公文就證明了你說謊 沒有 一個說謊的國事館 不是 因為公文明明白白寫 百人名單經過你何可 而且公文呈給你 就是由你核定 毛澤東要放在政治類的第三名 這個在整個 卻從頭到尾一直到今天羅淑蕾委員 質詢為止 本席質詢為止 你都說你不知道名單 對我這個 真的 是因為那個時候 可恥啊 館長 我們十月十日開館前夕 這個很多的這個展監都還沒有弄好 然後那個公文來的時候 我問你 機關首長的公文是經過這個秘書 秘書 秘書摘術的時候 我們說 這裡面有誰 有鄧立軍 然後 整個部展完畢會讓我看到 多麼難看 演出這種戲嘛 嚴重說話 還延遲狡辯 還做這種 垂死摘砸 這個 機要摘術的時候 沒有摘術這個名單 然後說最後會讓我看 這個社會交代 對不起喔 不是被我讓你看 是公文呈給你合啊 對他們那時候 又要執行預算 有時間的 那他們說 最後會讓我看 這個不是只有文字的問題 還有設計的問題 設計的問題 最後會讓我看 最後都還是票選的設計問題 如果說 如果他把這個正面人物 跟副業人物分別分選 就不會有今天的問題 我再公文給羅友媛看一下 羅友媛一起來諮詢 你看看 來來名單在這裡 一起來嗎 這真是國齒啊 你是總統府所屬組織啊 國使館館長啊 我們已經很難真實的報告委員 整個事情的發展 經過 那在整個總統副總統文物館開館的這個 環境裡面的思考 總統副總統文物館總數多少錢 這個標案總數多少錢 三千 三千一百零八萬 三千一百零八十二萬對不對 你總共撥付給這一個網路票選的部分 撥付多少錢 對不起兩百萬 沒有 來 這個是二十七 主席 我把時間讓給羅友媛請 沒有 那我已經說過 這個當時 當時的災要 有聽到嗎 這要上監察院了啦 嚴重到要上監察院了啦 不要再講下去了啦 好我再講下去 我們的事實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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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公文出來 名單經過你何可 然後毛澤東要放在前山林 也是你簽的公文說可 然後你跟外界說你沒看過名單嗎 對對我沒有看過 因為當時很忙很忙 我們是實驗室的開館 簽公文不必看內容 都有給這個立法院各位委員邀請 邀請來 所以我們這個開館 簽辦這個公文喔 來這樣好了館長 那你沒看過名單 可是這個公文卻寫說 這個名單是你何可 這個我沒有看過 所以簽辦這個名單的人 那個當初這個 修轉處處長一直來跟我談說 中華民國在大陸時期的比例是多少 那台灣時期的比例是多少 那是中華民國國籍 行政官只管政策 那細節是事務官在處理 而且當時我其實後來是整個開館幫忙很多的細節 但是這個事情它實在是沒有時間讓我管細節 我們行政官我們他只是來問說 那這個在大陸時期要比例多少 我說大陸時期幾年就比例是那多少比例 台灣時期幾年就台灣多少比例 我們只在談那個修轉處處長只是來談這個 然後說已經去世的人本來我要放這個計政的這個獎牌 他們說我們這時候的原則是不是已經去世了才棒 我呈現了我們國家的一個悲哀 剛剛我把所有的時間都用來呈現我們有這樣的高官 我們總統府有一個國使館的館長 他是這一種水準 謝謝 謝謝